你自己的话关键是 那么这样的结果会给你耽误一学期 生日之一年 那么你对这一年当中 对你能够造成多大的影响 你可能需要客观的分析一下 然后的话 你自己的心理状态怎么样 比如说举个说个别的例子 那么我们做呼吸微重症医学课的 经常就有人拿着 那个健康查题的体检报告 来跟我讲 先生你看我这个有一个膜玻璃节节 是不是癌 那么就是说是 有时候我会跟他 斩钉截铁的讲 不是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医生很难做 很难说我每件事情都很有把握 那么我会给你一个比例 但是的话会后面加一句 就是说什么 如果说这个事情让你食不甘胃 夜不成胃 那你干脆把它切了 做一个类比 然后的话就是还有你的那个 就是说是卫生习惯 你的健康素养到底怎么样 你那些防疫的措施 到底做得好不好 这些都是可以拿来做